我是老嗨逼 那又到了要鞋子開箱的時刻了 記得上一次放影片的時候 跟大家介紹8月份最有潛力的球鞋 那第一雙鞋大家記得是哪一雙嗎 就是這雙 JORDAN ONE 用蛇皮、斷面還有芝加哥配色的鞋款 那這雙鞋呢 是在美國當地時間8月6號以170美金 台灣是以新台幣5600塊 大家看到這雙鞋呢 它的配色是以鞋頭是以芝加哥 鞋跟呢是用黑色的蛇皮 而裡面內側和鞋蛇的部分 是以斷面的材質來呈現的 看出來黑、紅、白 大概是JORDAN ONE裡面最受歡迎的組合 因為它是芝加哥公牛隊當時的配色 那這些年也出了很多的黑、紅、白的配色 像大家最耳熟能響的這雙黑、紅配色BREAD 這當然是最經典的 這是2016年復刻的那雙 那還有後來出的黑、紅、角、子BREAD TOE 也是黑、紅、白 還有去年出的這雙女款鞋 它叫做SATIN BLACK TOE 是用斷面的黑頭設計 那當然呢今年就是用寸勝的又推出的這雙 那這雙鞋呢跟去年這雙黑頭的 事實上有些類似 當然你會看它一樣都是女款鞋 可是它的顏色當然是有點像對調一樣 當然是黑腳趾的部分 換成像芝加哥配色啊 那鞋根的地方當然是用黑蛇皮和紅斷面的替換啊 那裡面的話當然都是斷面 一個是最新的這個是紅色的 那以前那是黑色的 那最不一樣的地方我應該想 除了它後面的鞋皮、鞋根的話 就是鞋舌的部分呢 是用這雙完全是用斷面材質的紅色的 那去年這雙黑腳趾的女鞋呢 它裡面配的是尼龍的白色的鞋舌 我們帶大家來看看360度 這雙鞋呢像剛剛老海畢提到 是以芝加哥鞋頭的配色 後腳跟呢是以黑色鞋皮的配色 旁邊還是有像這個Jordan的翅膀的logo 是壓硬的 我們看到鞋底的中底是白色的 鞋底呢是非常耐穿耐張的黑色 給大家仔細看看 這是星星的密度 要給驗鞋的朋友 想要確認自己拿到是不是真鞋的時候 可以確認的 那這雙鞋的皮 老海畢看過這麼多的Jordan 1裡面 我可以說這雙鞋應該不是 用最好的皮的材質 因為它算是偏硬的 沒有像冠順的雙這麼軟 冠順的雙是Jordan 1裡面的指標啊 那裡面的鞋蛇是紅色的 紅色的 那大家特別提到這個紅色的是 老海畢沒有看過 是用斷面的材質製作出的紅色 那Nike Air這個字樣呢 是用一般的用尼龍材質的 我們跟大家仔細看看這個 黑色的蛇皮的部分 那這個黑色蛇皮當然也看得出來 不是真正的蛇皮 是用印出來一個3D立體的感覺 蛇皮 非常特別 好在裡面鞋蛇部分一樣 我要給燕鞋的朋友可以看看 通常這邊呢都會有一排字 所以要確定裡面有沒有一排字在這邊 非常小 OK 字體的樣式是這樣子的 那這雙鞋呢 原廠的會有兩包 除了黑色的鞋帶之外 有紅色和白色的 包子裝是這樣子的 老海畢本身是喜歡比較有 對比的顏色 所以老海畢還是比較喜歡 他原本附了黑色的鞋帶 那在裡面鞋底的部分呢 就是用黑色的鞋墊 配Nike Air的字樣 那尺寸的話是在這裡 剛剛提到這個鞋盒 今年的這個女鞋的配色 是用紅底黑字的Jordan鞋盒 接下來給大家看看燈光關起來 用冷光燈照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老海畢呢特別喜歡給大家看冷光燈的樣貌 因為通常這時候呢 山寨的鞋子就會圓形暴露 那有的時候 像老海畢以前講過 該亮的不亮 亮的不該亮就亮起來 那這雙保證是Nike原廠貨 大家可以看到中底的車線啊 還有這邊的這個車線啊 因為是用車白線子 所以很明顯就亮起來了 所以想要燕鞋的朋友記得 如果你的身上的鞋子 不確定這雙是真鞋假鞋的話 如果手邊又一個夜光燈 手電筒的話可以比較一下 那除此之外呢 老海畢並沒有特別發現 有哪個部分有亮起來 除了這些車線的部分 給大家仔細看一下 車線亮起來的部分 這樣子的 好,那跟大家介紹了這麼多 那各位朋友們會想說 如果這雙的女鞋要怎麼買呢 那像老海畢本身是穿男鞋9號 所以女鞋這雙就是買10號半的 平常腳四穿9號的話 男女鞋就要大1號半喔 就是10號半 好,那我們來講講 這雙鞋的在售價值吧 所以一般建議呢 在Jordain Wall女鞋的方面 10號或10號以上的話 會比較有在售的價值 像這雙當時出了170美金 現在出了一個多禮拜了 現在維持在325左右 那老海畢看好呢 如果你今天買到的是 女鞋10號或10號半以上的話 這雙鞋放6到12個月 自然而然的 應該至少都有400美金 到500美金不等的價位 那我們看看去年這雙 在售價格事實上比較反常 他當時出的時候 這雙斷面的黑餃子 讓大家一開始以為 非常非常的限量很稀有 所以這一度在出的時候 在美國StockX上面 你會看到他在售價格 畢竟1000到1100美金 那時候老海畢買到了三雙 還把一雙以1100美金賣出去 那現在他已經跌到一個 比較平衡的狀態 大概500到600之間 所以呢 這雙鞋當然是 配色會比較好耐穿一點 畢竟呢 這雙是以用 黑色蛇皮的呈現 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的 那雖然老海畢覺得這雙是非常好看的 那我老海畢還會不會穿出門呢 還不知道 因為老海畢這邊疫情還很嚴重 不過你也看到我鞋子黑紅配色 黑紅白的配色實在是有夠多的 所以要輪到他的時候呢 也要一陣子 所以老海畢建議 如果你今天是買小於10號 沒有要自穿的話 現在賣掉的話 時機最好的 超過10號的話 放6到12個月 等到他的價格升上來在賣的話 是最好的 好 謝謝大家 又來支持我的頻道 那喜歡老海畢的朋友們 請在下面留言 訂閱我的頻道 和點讚 給他一點支持喔 謝謝 好 出發 我們 不可以 去 横